這次讓他左右稍微有一點距離 唐朝的楷書左右距離都靠得很近 但衛碑不一定 因為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 跟唐朝的老太一樣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說他的左右距離有點遠 另外在衛碑裡面 粗細有時候做得會很明顯 可能說你刻意的把某一個地方寫粗 刻意的把某一個地方寫粗 刻意的把某一個地方稍微細一點點 他這種粗細啊 有時候會覺得特別的誇張 誇張是好事啊 這裡有連續兩個新部 就要寫不一樣 請這個親戚出現多次 那你還記得上次你怎麼寫嗎 你可能已經忘記了 但是我們寫字要記得 你曾經怎麼寫 下面的地方 就不要寫得跟上次 一樣 最好有點差距啦 當然衛碑有時候不管這個 只是我們自己在寫會注意說 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讓字啊寫得不一樣 其實是有點人工化的自然 那衛碑當然是天然的自然 因為它 刀子刻下去它也搞不清楚 但是人工化的自然 也要自然到看起來好像真的是很自然 這就是最難的地方啊 那我提到的自然不是亂寫喔 自然是 看起來 不太一樣 而這個不太一樣是 很合理的不一樣喔 不是那種怪力亂神的 那我如果可以把這個寫得輕 那就可以寫得 非常輕 你會覺得說 欸 這怎麼這麼輕 這就是刻意啦 連著術畫也不想寫得太重 但是我可以把這個地方寫得重 讓它產生強烈的差距 神照理說是拉長的 事實上還是可以寫扁啊 衛碑真的沒有什麼標準說非怎麼樣寫才算是 真的衛碑 所以衛碑有個優點啊 謙卑謙面 有個優點 這種可以勾起來 納長 納長 在衛碑裡面很喜歡把這個手啊 這寫得很窄 然後再拉得很長 唐鎧比較不會這麼寫 這樣會產生一種很奇特的感覺喔 可能有人覺得 啊 這錯字錯字 可是未被很喜歡這樣寫啊 你可能說 橫話怎麼寫那麼粗 其實沒有什麼刻意的啦 就是突然想寫粗了 以前的字字下面是個圖啊 這不是錯字喔 左邊伸長 右邊縮短 這不是錯字啊 本來就長這樣子 之後來改成式字 不然本來是圖啊 寫字啊 本來就是有點深深縮縮 比如說我只故意把這寫長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你要其他要怎麼跟他配合 你就要想好 這是寫短 就寫低 這是所謂的配合啦 筆畫並沒有說怎樣寫才是對的 就是你配合起來好看就好 配得不好看就很醜 寫字的組合就跟那個作曲一樣 有人做的曲子出來好好聽喔 這是天賴 有人做的出來的曲子是噪音 或是覺得 乏味 平凡無奇啊 就是能力 音符就是那幾個嘛 搞來搞去就是那些嘛 可是你就是有人組合得漂亮 有人組合得不好 書法也是如此啊 書法的筆畫就是這幾個嘛 橫竖撇那好像也沒有什麼好玩的 就這麼幾招 可是就是有人可以把它玩得 千變萬化 有人就玩得 乏三可乘 我一輩子撇到真的比想像中來的長 你這些點話靠近一點 其實某種程度都是很多個三角形 三角形 零形 移的合部啊 竖話我寫的短一點啊 你等一下會有一個 撇伸的很長 上面這個可以寫短啦 不然齁 不然齁 你的伸太長齁 下面沒有地方可以伸 這可以伸 這邊可以伸長一點齁 因為 圖啊可以牽進去啊 那牽進去的話 這邊筆畫可能要往上寫 這樣才有牽進去的效果 衛碑啊 衛碑啊 可深可縮 像這我可以縮 然後這邊可以伸長 這是伸縮自如的衛碑 沒有像唐凱有很多的束縛 很多的原則 他根本不管你 來個錯落的方式 雖然錯落可以把這寫緊 因為這裡是中宮 上面寫扁 下面寫窄 這可以寫扁 三個口都不要一樣啦 最好看起來不太一樣是最好 好 好可以一窄一眾 一清 一扁 一長 這個長 這個未必可以調藥比較大啊 好 這可以寫重寫緊 好 咪 咪這裡面會有很多的點 這個點這個點 既然很多點啦 就不要太一致 這看起來都是 三角形的 好 我們再度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或者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就先按一下 我們下一個影片 可以進來個影片 就是因為這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就先用裂一下 我們下一個影片 可以進進去的 所以才能給我兒子 請進去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